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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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达倒四人帮的 跟着第二人 我已经进来 学术访问了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 是第一批香港的学姐 到国内做访问的 那一次我还跟了 徐世聪教授同行 我们两个一起去 应该说 最早一批 我们访问了 几厘的音化所 然后 中科院的化学所 好几个单位 包括北大 我们很兴奋 我们有机会 直接到学术机构访问 那当然 作为学术界的人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科院 要重新上路了 那邓小平找到方毅 来做中科院院长 明确地说 要为科学家服务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信息 当时我觉得有时候 港上也是真的厉害 已经愿意冒这个险 来国内投资 卸场 应该说真的是 就是这个先锋了 赶又进来 还有一个是一开放的时候 那个季度 一些做法都很不规范 所以从这角度来 我们也有担心 这些不规范的情况 会不会也影响未来的发展 90年左右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 希望能发挥一点正能量 所以通过学者协会 我们跟科技部 相当也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我们香港学者协会 可以参与科技扶贫 因为当时我们访问科技部 听他们介绍有个科技扶贫的商务 就是说到鼓励一些科技工作人员 到精神发展落后的地方 服务一年两年 帮他们提升当地的一些科技水平 比如讲那个农庄物的改善 或者种种的农村能够改善的东西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计划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作为香港的学姐 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在国内 科技扶贫的商务 我们做了好几年 也取得印证的成绩 其实八十年才开始 很多学校都批请很多访问学姐 当时每个学校都做 但我们作为上海学学协会的成员 我们也是大力的推动这个东西 九十年才初期 因为那个回归的步伐越来越近了 那么我们也扩大了跟国内这个同行的交流 包括当时香港聘请了不少的国内的科学家 当时香港工作 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都有 这也大大的丰富了香港的科学队伍 其实这个队伍对香港的科技 科学的研究的进步 我觉得产生很大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 我也是创鲜河的 因为当时国内的收入水平跟香港 上次太远了 是吧 所以很多学校也利用这个游戏 给了比较低的薪酬 给了国内的学姐 国内的学姐觉得已经很好了 能拿几千块啊 七八千块已经跟国内就二十倍了 那当时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特别要是她能做 直接来当那个讲师啊 或者是这个职务 应该一师同员嘛 所以当时我们京大 是第一个聘请国内来的教授 来了以后同工同求 是第一个 而且正式入境的时候 是来工作的 而不是做访问学姐的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那段时间 一方面我们 积极推动那个香港 国内的学姐来香港工作 同时但我们也推动了 更多的同事到国内的交流嘛 然后我们就看到国内的一步一步 改信 那么部分还是比较慢 这个过程中 香港很多热水人士也要去捐赠 但是国内的学校那个 每年预算很低啊 我记得我当时作为一个理学 金纳理学院院长到清华 跟清华的校长交流 清华校长听到我们每年大概有八一港币 他就觉得哇好厉害 可能是他们两倍或者更多 现在呢清华北大币我们香港多很多了 所以那个真的是翻了覆地了 那变化 按照那个中英联合声明 那朝委会应该在1996年 就是回归之前一年成立的 那么中央的决定要提前记录这个决士 所以95年就开始成立这个朝委会的 预委会 预备委会 作为预委会成员我 我应该说是学了很多东西 也感受很多一手的经验 我们感受到那个中央对那个香港 真的很照顾 中央就订了很多策略 帮助那个香港 之类一个一定的钱在手上 包括比如说土地 土地的转样 应该有50%要放进那个特殊的基金 让特殊政府有钱 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举冲 所以中央都是一直都非常关心 这个香港那个未来 所以这个我们作为有参与节 这次是感受很难生的 所以我一直也有情意节 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大陆也办个大学 为国家做点贡献 所以呢 2000年我当那个蒂娜校长 我当时也酝酿 有没有一个条件 我们来做一个大学 所以呢 那应该我一商业不久 我都带了一个几个副少长 院长 就从那个香港出发 深圳东莞 魏州 以至那个广州 顺德等等 到珠海 走了一圈嘛 就决定从地点来讲 珠海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就尝试想 如何做这事情 因为你首先要找一个伙伴嘛 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当时有好几个学校 就要听到我们有兴趣 也主动跟我们接触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已经也说过了 那许小路先生就特别 也听到我 我有这个意图 就特别找到我谈 师父申鼓励我来办学 然后他说他会 他是北师大的老校长 就给我签线 那我当然觉得愿意 所以就开始 跟北师大对话之旅了 因为丹湾区的建设 要向港澳融合 到中国整个国家的发展的话 需要做很大的动作 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互通 因为经济上 本来也互通得不错了 说实在的是吧 需要人性互通 人性互通 我经常也说 教育要互通 社会福利要互通 医疗互通 这几个是起码的条件 这样人才能够 自由来来往往 你没有医疗保险 或者怎么样 那你很害怕了 是吧 有事你要跑回香港 来来做 社会福利呢 也是有种种的合作的空间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提倡 国内的比起空间比较多 养老是不是可以在国内 那是牵涉的社会工作的 那个互补啊 等等方面 所以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那么你说大湾区融合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们来这里做了13年 我们就是大湾区的 一个融合的产品嘛 是吧 那么有这个经验呢 肯定对我们推动那个大湾区 或者是跟那个香港的同源 那个讨论啊解释都会 起到比较大的主要 而且我们既然是来自香港 一个院校 那么我们对香港大人是熟悉 那么引进香港的人才来讲 我们应该是有独特的游戏 特别是今天我们有新的校园 现实比较好 那么我们可以吸引 除了金大的同事以外 我们也希望能吸引 其他学校的同事 我们都很熟的嘛 是吧 所以从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多做这个牵线 穿金引线的工作 另外呢 习主席在接见我们代表团的时候 提到四个希望 其中希望就是说 年轻人是未来的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 年轻人方面能够多做工作 那么事实上我们 习主席在前几年 已经很自觉地做这些事情 虽然可能做的规模还不够大 那么我们每年都希望 都希望接待多一些香港的青年过来 那么我们有新的校园 有很多的数位 能不能充分利用 在暑假多办一些这种团 或者暑假的课程 让香港的同学们过来修读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约翰西目前的晚景要好 学习要好 肯定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因为毕竟约翰西是个 规模不大的学校 我们博雅为主的话 我们不能够 也不愿意做一个研究型的大学 那么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强化我们的研究 而且又能够有很好的强处 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合作 比如跟今天合作是最自然的 我们应该跟其他学校合作 包括国内的学校合作 这样我们会通过合作 加强我们的力量 繁殖种种 我觉得 约翰西肯定在未来 在大湾区的建设中 可以发挥一个比较独特的作用 我爱你终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